彼得后书二章九到十节 主知道大旧敬前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 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 生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 所有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 信徒当知道自己的软弱 靠一己之力无法得胜 因此信徒需要以神的真理圣言 作为行事为人的标准 内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 会引导信徒 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那些对神的话语充耳不闻 置之不理的人 已经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刑法 将会一直活在罪的禁锢之下 并且以罪为乐 面对将来审判的日子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呼吸 int 去